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溥仪的一生也是冲 满了无数传奇色彩 溥仪的一生共有四个妻子 奈何因为生理上的缺陷 最终也没留下一个子嗣 1922年 溥仪和大自己一岁的婉容结婚 虽然婉容一直对溥仪心生爱慕 然而嫁给溥仪 却是她悲惨生活的开始 婉容是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 从小便接受很好的教育 除了学习中国文化外 更是精通英语 是一位举止端庄的才女 1922年 初于婉容显赫的家世 溥仪与17岁的婉容成婚 两人结婚之后 溥仪也是十分宠爱婉容 然而由于溥仪身体的缺陷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逐渐显现 溥仪曾在 我的前半生 这样评价自己 我先后有四个妻子 但如果从实际上说 我根本没有一个妻子 我有的只是摆设 婉容与溥仪结婚后一两年 便独自居住在除秀宫 由于长期的不到满足 婉容的性情已经逐渐改变 不再是以往那个温文尔雅的女子 经常会对太监宫女大吼大骂 更为奇特的是 婉容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自从居住到除秀宫之后 经常会在夜间不关门 顶多是将窗帘拉下 对于这样的做法 许多太监也是笑而不语 自然明白其中原因 婉容在搬到除秀宫居住之后 普遗便很少与其一起过夜 对于一个处于青春年华的少女来说 这种寂寞与冷清是自己不能承受的 为了逃避寂寞 婉容最后学会了抽大烟 甚至还与侍卫偷情 一个庸庸华贵的贵族女子 最后沦落到如此下场 真是悲哀 内容来源网络 无法核实真实出处 如涉及版权 请联系小编删除 谢谢